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的塞尔维亚总统吴契奇 习近平欢迎吴契奇来华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习近平指出中赛是铁杆朋友 两国有着高度政治互信 双边关系经受风云变幻考验历久弥坚 堪称国际关系典范 近年来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双方落实一批基础设施 能源 产能等领域重要合作项目 在中东欧国家中位居前列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终在守望相助 彼此支持 续写了两国有益新篇章 在两国人民心中留下了美好记忆 习近平强调 面对世纪变局和百年疫情 双方应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看待中赛关系 坚持和发展中赛友好 坚定支持彼此根本和长远利益 中方坚定支持塞尔维亚人民 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 双方要加强战略对接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推进凶赛铁路 诺维萨德至鲁马快速路等合作项目 取得积极进展 持续发挥和钢 斯梅戴雷沃钢厂 紫金博尔铜矿等项目经济社会效益 将中赛传统友好 转化为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中方将继续为赛方抗疫提供支持 加强疫苗联合生产 复工复产合作 后职中赛友好民意基础 中方愿同赛方 加强多边领域国际合作 携手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武器齐表示 昨晚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非常盛大精彩 所有观众都很享受 这一视觉盛宴 感谢中方给予的周到热情接待 使我们深感中国人民的真诚友好 2016年习近平主席访赛 极大推动了赛中关系发展 自那以后 双边贸易增长了三倍 赛中铁路建设取得积极成果 塞尔维亚经济增速 连年在欧洲国家中位居前茅 塞尔维亚是中国真正的朋友 赛方尊重中国 钦佩中国的伟大领导力 任何压力和困难 都不会改变赛中钢铁般的友谊 都不会改变赛方 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在涉江 涉台等 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 赛方将始终坚定地 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加强同中国的合作 对赛至关重要 赛方期待同中方 进一步加强经贸 投资等领域合作 增进人文交流 相信疫情过后 赛中关系一定能实现更大发展 祝愿中国在习近平主席 坚强领导下 取得更大成就 欢迎习近平主席 在疫情过后尽快访赛 请不吝点赛